最近我们看到一份有趣的调查 调查显示75%的打工仔偏向选择跟男上司工作 也不愿意跟女上司工作 这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如果今天有的让你选 你会希望有个男上司还是女上司呢 你目前的工作岗位是什么 做Sales的 我叫SalesT 你讲你的上司是男神还是女神 男生 我之前有两个男主管理 我之前有两个男主管理 我上司是女神 我上面的女神啊 你要我讲她的名字啊 没有啦 我不用不用 真的吧 上司是男神还是女神 难得 你个小孩的 你个小孩的 男孩的小孩 男孩的小孩 在你看来 男上司和女上司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觉得女上司可能性是比较好的 毕竟她可能只有同理性嘛 好像我之前的先例认上司是女上司 然后我们什么都聊 爱情啊 婚姻啊 钱啊 以后都会聊 全部都可以 一到你全部都可以聊 可是男上司你没有可能聊 你懂那种敏感的东西 因为你都明白 所以 那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男人是比较费 女人是非常贵 她们会继续的照片 我认为她 我认为她 因为你两个人是感情 是的 我没有认识跟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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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她们喜欢赶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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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的比较micro manager 我唯一一个女的supervisor 她那时候是很hands off的 你比较喜欢跟男上司还是女上司工作 我个人会比较prefering女上司 为什么 因为我是比较习惯 就是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是 我希望是有feedback的 如果男上司的话她可能 她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跟你共同 比较细节方面的东西 女上司会比较愿意 她是人去共同 去了解 是因为你现在上司做了一个病吗 我会选男上司 毕竟我之前一直都在和女上司工作 可能比较少要旅途是吧 可能会不一样 说好像女上来例假 可能女上司会觉得 ok 我也会来啊 可是男上司就 ok ok take it easy 我选择 email with a male thinking as well My group is a supervisor right now she has a male supremacy but the she's like you don't want ah f**k it up I say 男的他现在是ok but before那个男的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 现在你比较喜欢我 现在你 h**医生吗 不是啊我觉得我之前的 老板医生的老板全部很激 他们做工的事很厉害啦 因为我有跟他们share out很多的时候 现在的厉害没有 啊 啊 我也忘记了 哈哈哈哈 based on我的working experience 应该是男的吧 比较容易跟男的 因为我 我讲话不是很 很 很礼貌 如果我跟女生做工 我需要照顾一下 我怎样讲话 我不能再 f you know 对 对 不能这样子吗 所以说他讲真的 他的嘴很臭的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我跟 我跟 Mill的老板呢 就可能会 没有这样 proper啦 如果你做错东西的话呢 他不会讲 John I think you did this wrong 他会讲 诶 f**k you're stupid 哈哈哈哈 you know 嘿 对对对 有时候之后 being direct 是很好的 因为我觉得 很多公司他们很formal 然后他们要给feedback的时候 oh I believe you should improve in certain areas 为什么要这样formal 只是讲 诶 get better with this you should do this f**k 哈哈哈哈 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我选你的 我只是拿我的 past experience来compare 我的好的experience 就是跟我的femalesurpriser and then我的previous malesurpriser 我跟她的experience 有点不太好 两个都好啦 但是我比较喜欢 跟女人使用师做东西多一点 I would feel like they are more sentimental as in 猜猜你有什么事 let's say 你家族有什么问题 他们会去理解 before they 正式话 hey 你不可以拿离 你会不会觉得 你的team leads 跟你opposite gender会比较好 我认为 他们只是一样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我认为 I think they treat me good because I'm a male so I don't know my skills my experience actually good enough 不想到这些东西啦 因为如果你有这样子想的话 就有一点叫faresum了嘛 如果好像男的对女生比较好 then对男的不公平嘛 如果你的对男生比较好 then对你的不公平也是咯 我之前的老板女生 全部对我很不好的 有我第一次的公司啦 那个女生 我做错了 她那个子 全部丢在我的脸 对啊 因为我在production house 所以我的工作 他们的assign 我是照顾 全部那个merchandise 他们只是讲 okay can you do a storage ease count 所以我做自己的template 然后 应该是我的template 可能是没有这样清楚 没有这样 简单看啦 所以我给他 然后他讲 这是什么 什么很难看 我不明白 然后他丢在我的脸 don't show me this stupid thing please 这样子咯 到底怎样 没有哭啦 可是好像很张力 好像在那个 你知道在那个电影 然后你去那个地上 然后你 慢慢拿那个指 然后你回座 这样你觉得 工作能力跟领导能力 与性别有关系吗 一点点 毕竟 就好像你说的 为什么以前 可能只要多男性 当领导者 但是因为从好几百年前 女性就一直在当家庭 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女性 现在在pick out这 还要有一点时间 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如果那个女生 女生会怎样 我觉得全世界会变得很香 OK 所以我觉得 肯定 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是 一二十三岁 一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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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时比较少 那我觉得不是哦 该也是可以是用不利的 所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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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的经验是 如果是该 我比较容易 跟他们讲 喂 你没有用 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呀 如果我的女生来 我不要请你慢慢来 慢慢来 哈哈哈哈 有关系是有关系 但是在最后 它会关系到 你是什么种人 然后 主持人也是不一定是男人 比较好 你的也是可以做一个主持人 你们自己本身有遇过什么 对你 gender stereotype 没有的 stereotype是 如果你站在一个办公室的时候 因为你是男的 所以自然你是办公室 你是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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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如果你有什么 Shoppy package 你要下去 任何是你办的 对对对对 这个人 我认为 他看到了 我专门的专门 他感觉到 我专门的专门 他感觉到 所以他就开始 发现 犯资料 之类 无法 只能把我专门 我觉得 我认为全是代表的 是代表的 如果说过 老代的代表 他们有这个 主持人 他们有这个 主持人 有这个 男人 当然有时 那些老师会说 哎呀 你女孩也穿裙 一天 这个男生上司就说 嗯 我请女孩来做什么 请女孩来穿裙 然后我就说 咦 我们是应该做 放毛铁去做工的嘛 所以他就说 你这样 你是女孩 你怎么要有销售 我就说 销售是靠 好才 不是靠身材 对 我不知道 你觉得 然后他就说 不是 你是明天开始 穿短裙 上班 这个主持人 是 我是不是一个 就是因为我是女孩 就要穿裙 我有好才也没有用 就是说 那你请我们做什么 做好像一个 组织 我觉得女生真的要熟悉 自我保护 当有人真的是 性别磁事 女 你真的是要站出来 你这样子 突然一点不对 因为可能男生 他们没有那种概念 所以我反而现在 现在反而是女生 越来越强大的 是他们开始可以 自我保护能力 去反抗不对的事情 最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于这个话题 我觉得 社会全部 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要放一个 label 在那边 这个是男人的问题 这个是女人的问题 这么没有人来讲 这个是 一个 corporate 问题 到最后还是看你工作能力 跟你能 创造价值有多少 性别的话 我觉得 他不能定义 一个人的工作能力 男女上司 都好 所以上司 他都不需要具备 有一个 同理性 可以沟通的 那一个 空间去允许他的 挺美的 和他 说话 然后帮他解决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上司 应该做了真的 所以 男生女生 都加油吧 你们都有机会 可以 做了上司 下线 可能在20-30岁 事情可以改变 可能会很不同 可能会很不同 可能我们的主席 会是女人 可能会是 可能会像 BARBYLAND 我的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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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方面 有些男性 其实我觉得 例如他们要搞政治 中国的女人 我相信 女人通常 哎呀 what if 他这么想我 what if 他这么想我 所以我觉得 各有各好 as long as 他们是 平衡 他有别人 他会比较 比较 他会比较 更好 一样 做了 其他 自己的目标 是 你 可能会 做 做到